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集货轮在野柳哥浅 漏油危机扩大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十月三十一号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黄佩涵 旋律开始首先带您关心 抗锐台风直扑台东而来 下午一点四十分在成功镇登陆 登陆的时候当地有一小段时间 风雨停歇 不过随后就开始狂风骤雨 气象署在长冰箱观测到最大阵风十四级 超强的风力也在富岗渔港 掀起十米高的巨浪 而成功镇小港渔港的渔船 因为承受不了巨浪的侵袭 有五六骚因此而沉没 渔民直呼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恐怖的大浪 阵阵巨浪拍打富岗渔港的防波堤 浪高好几层楼高 三十一号台风直扑而来 气象署指出观测到台东沿海浪高 超过十米 上午站在富岗渔港内采访 一阵阵强风吹来 人都很难站稳 港口内可见海水水位几乎快于码头同高 渔船随着海浪起起伏伏 渔民也赶紧前来巡视 不过再往北边 位于成功镇的小港渔港 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也是成功镇的小港渔港 现在整个是满潮的状态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呢 这一刀渔船呢 是早上被强浪 整个给拍打上岸 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 还有好几刀呢 因为互相撞击破裂 导致整个沉没在海底了 记者抵达渔港时适逢大潮 海水直接淹过马路 小一点半左右 刚好台风中心即将登陆 风雨稍微停歇 不少船长赶紧来关心受损状况 由于风浪过大拉扯揽绳 导致渔船护撞受损 渔会代表指出 损失粗估500万元左右 台风下午1点40分登陆成功镇 短暂停歇的风雨过后 随即迎来非常剧烈的狂风暴雨 坐在采访车内 前方完全一片白萌萌 经过20分钟过后呢 整个已经风雨交加 前面的路都看不到了 气象鼠观测到成功北边的长冰箱 出现最大阵风达14级 登陆地的成功雨港出现灾情 成功分局也受害 屋顶的无线电塔直接被吹倒 镇上的老房子屋顶也被吹到线开 老屋屋顶直接横躺马路 索性拿来当仓库 没人受伤 强风来袭 也让台11线海岸公路路面上 到处有折断的树枝 与倒下的路数 见证强台的剧烈威力 记者林警卫陈宏毅 张明哲SNG小组台东报道 跨外台风从暴风圈处落到登陆 台东首当起冲 凌晨开始狂风暴雨 露树招牌都被吹得东倒西弯 不少民宅的铁门被吹先 有民众开车 车子被吹倒的树压道 还有小货车被强风吹倒 台东的海滨公园受到巨浪的侵袭 有大量的石块被推上了岸边 墙风伴随豪雨台东复岗雨港 一片雾茫茫 码头边没有固定的小型例行招牌 被风吹到巷载自捂 但风墙宇宙骑机车好危险 骑士动弹不得 幸好路过的轿车慢驶在旁解围 车型台东市区到处都是被吹倒的路数 有的连根拔起有的从树干中间断裂 也有电线杆直接腰斩折断造成停电 四维路上一整片施工围离铁皮被 墙风掀翻 这栋民宅的铁卷门直接被吹坏 随墙风剧烈摆动 池上福源村一处民宅屋顶则被吹到撬开 路上小货车被墙风吹倒 横乘在路中间索性驾驶轻伤 池上乡长林建宏车行 即将收割的稻田 近视淹水景象 在台东海滨公园巨浪清洗 大量石块被推上来 制洪池也灌满水 让民众有点担心 中午时台东一度在台风中心范围 无风无雨 台电人员把握机会抢修 康瑞台风从暴风圈出路到登陆 台东首当其冲 经过一夜一天摧残 灾损战难估计 但索性没酿成重大灾情 记者张明哲 林晓慧沈志明台东报道 康瑞台风白天穿过台东 带来惊人的风势 入夜之后是否有减重呢 我们请人在台东火车站的记者 林静梅 陈宏毅来告诉我们 好的 主播记者现在就在台东火车站前 可以看到背后这个火车站的铁门已经整个拉下来 由于这个南回县停驶 所以这边整个区域是冷冷清清 完全没有旅客 附近商店也都没有营业 那么目前风雨仍在持续当中 今天白天受到台风影响 台东有出现十四级以上的强阵风 入夜之后市区的风雨是有比白天小一点 虽然气象鼠在稍早五点半 宣布康瑞台风转为中度台风 暴风半径稍微缩小了 不过还是提醒 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台东仍有可能出现 十一到十三级的强阵风 民众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气象鼠也说明了东半部的风力 要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 才会逐渐减弱下来 好的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将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康瑞台风在台东登陆 但其实在花莲也出现了不少的灾情 南区复里乡 浊西乡 玉里镇 多处都发生了土石流 尤其是靠山区的部落 更是多处发生淹水与土石冲泄的状况 目前正值二旗采收的稻米 几乎都倒浮 农业的损失相当的严重 泥流淹没卓西乡许多蹭落 公所前马路与卓西国小操场汪洋一片 山里部落泥流更是直接冲入民宅 伦山部落十二林更是由土石流冲沙下来 险些淹没房屋 中正部落与卓西部落族人冒雨撤离 玉里镇一九三线道水来不击退 警方已封路 大雨社区内也到处都是泥流 原城里还有九十五岁老人家需要警方协助撤离 风雨灌进 玉里一院 天花板漏水 而其倒座几乎全部倒浮 另外在瑞士乡瑞祥村的大牌泥流暴涨 赤戈山上的风雨更是惊人 万荣乡的红叶部落 不少民众家门口前都出现泥流 北区的吉安乡则是出现多处淹水 还有车子被强风吹翻 收风乡三边路 雨秀林乡三区部落也都出现山洪 以正强风 车子就整海飞起来了 在此提醒保全户的民众 保持衣青或在收容所暂时避难 此外 花蓮西出海口吸水暴涨 花蓮大桥也因水位快到桥面紧急封闭 封闭桥实体坪于港则是有船只绳索断裂 在港内四处碰撞 抗瑞台风虽在台东登陆 但对花蓮还是造成不小灾情 记者们在看花蓮报道 而在花蓮北区状况也不少 秀林乡有民众拍到龙准风 眼看着一路从海边往内路吹 沿途不但是围墙倒塌 屋顶被吹落 就连停放在路边的连接车 都被墙风给吹翻 台铁的崇德段也再度发生土石流 大批的泥流从山区倾泻人下 又覆盖铁轨的路面 由一对杰克级的夫妻 前往泰鲁格国家公园登山 一度失联 后来确证两人在山区就地避难 深色漏斗状的气旋 从海边往路上吹 伴随长风好雨 沿路刮起散落雾 目击民众拍下这景象 上网分享 有花蓮民众惊呼 原来刚一瞬间看到电线杆断掉 可能是因为龙卷风经过 花蓮气象站表示 经过调月相关资料 确认应该是台风螺旋雨带内 有小尺度窝旋 所以出现了龙卷风 狂风过境 新城康乐村沿路不但围墙倒塌 屋顶被吹落 就连停放在路边的连接车 都被墙风吹翻 而在光龙博物馆后方产业道路 不只路数几乎全倒 电线杆也整排被吹歪 而一对捷克级夫妻在台风前就前往 泰鲁格国家公园登山 但却一度失联 泰管处除掉月登山报告 再透过卫星定位 锁定关键位置持续找人 终于在三十一号下午 透过电话联系上 居然两人在山区就地避难安全无虞 但因为目前山区雨失大 随后通讯又中断 强风好雨持续 台铁重德段也再度发生土石流 大批泥流从山区倾线而下 将铁轨覆盖 索性东部干线都以全线预警性停驶 但有部分民众不知情 与站务人员发生冲突 台铁表示 土石流相关状况都在监控当中 会等风雨渐缓 进场抢修 至于后续营运是否受影响 会进一步评估 康瑞台风来袭各地风墙宇宙 南投雾设通往和欢山的台14甲线0.1K处 有一辆行径中的小货车被倒下的大树砸中 女乘客当场失去了生命争效 松衣急救还是宣告不治 而在台中和平台8线037变道 又公路段的前卫车被落实砸中 在南投和欢山顶侧站 侧道破纪录的17级强阵风 但彰化线西海边 却有人台风天冒险捕鱼 海巡赶紧确理 小货车被树干砸中 车头已经扭曲变形 消货车被货帮后赶紧前往救援 三十一号中午左右 物色通往和欢山的台14甲线 0.1公里处 一辆小货车经过时 扎到强风吹倒的路数砸中 消货车车内的两个人救出 驾驶轻伤 女乘客则是失去生命真相 送一急救中 另外在台8线0.37中横便道 三十一号上午 有落实砸中公务段的前卫车 索性无人受伤 另外台8线96公里处 碧绿西民隧道 也有大量的土石崩落 而在南投和欢山也是强风不断 当地气象战表示 三十一号上午八点开始 和欢山顶的侧站 就测得十七级强阵风 一直到下午的一点都还是十七级 是二零零八年建战以来最强记录 和欢山顶七项站 测得每秒五十八点二公尺的军人阵风 也打破在二零二一年原规台风 十五级强阵风的记录 和欢山目前同意交加 针对设施是否有摘损 台中海沁也出现瞬间十一级的强阵风 在清水区和沙路区 从三十一号上午五点开始 共有三座的号置被强风吹断 而在彰化线西海边 则是有民众称着台风天撒网捕鱼 由于海边的阵风大约在十几以上 强风掀起的大浪打在堤岸上 看起来令人捏把冷汗 强风也让台中清水 和平及大安等区 彰化的福星 浦岩和方院等地区 都陆续有停电的状况 台电源正在全力抢修当中 记得林建生王农涛中部综合报道 康瑞台风来袭 东部离岛的蓝雨绿岛率先进入暴风圈 蓝雨早就狂风咒雨 甚至出现最大阵风十七级 强劲的风力也让侧站的风速已损坏 而不只是蓝雨 绿岛也是刮起了十五级的强阵风 蓝雨和绿岛有半数停电 仍在等待修复中 康瑞台风来势汹汹 离岛的蓝雨首当其冲 蓝雨三十一号一早就狂风咒雨 虽然开源渔港的船只都做了防台准备 停靠岸边用绳索绑跑 但仍有一艘中型游艇沉没 另一艘则是载浮载沉 岌岌可危 港区的护栏也被吹坏 蓝雨被威力最强的暴风眼墙笼罩 部分公路出现土石流 有车辆被掀翻 还造成岛内一千多户停电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中午以前我们接受到通报的话 我们就是蓝雨箱有一千三百二十户停电 那部分的路段有土石流跟路数倒塌 而在蓝雨市区部分 强风暴雨把路数吹得东倒西歪 不断摇晃 也把部分店家的铁皮吹到掀开 遥遥欲坠 显向还生 即使居民躲在屋内 也能感受到窗外台风的威力 真的不会太超过了 蓝雨国小的教室虽然没有受损情况 但是有棵大树被连根拔起 那我刚刚掉了校园一圈 里面有一棵黑板树倒下来 跟小犬跟去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那个小犬台风的话 很接近了 不只蓝雨绿岛也是刮起十五级强阵风 黄蜂坐雨下根本看不清楚眼前视线 部分路段也出现积水 还有岸边打上来的漂流木 气象手表示蓝雨三十一号上午测得最大阵风十七级 每秒七十八点二公尺 强劲的风力使得侧站的风速已损坏 无法再提供资料 至于是否超越去年小犬台风测得最大风速 每秒九十五点二公尺 目前不得而知 记者赖水美陈长伟 张明哲台北台东采访报道 康瑞台风在今天下午一点四十分 在台东线成功附近登陆 这是有记录以来 接近年底最晚登陆台湾的强烈台风 康瑞登陆之后受到地形的影响 目前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 而台风通过中央山脉之后 风长转偏南风 中南部地区入夜之后 雨势将会加剧 持续到清晨 康瑞台风在三十一号下午一点四十分左右 登陆台东成功 中心通过中央山脉后 结构受到破坏 高低层略为分离 以减弱为中度台风 环流逐渐缩小当中 预估东半部地区在晚间八点后 雨势将明显趋缓 风长转为偏南风后 中南部地区雨势入夜后会越来越明显 桃园以南的区域 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台风进到海峡上面 一些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今天晚上的雨势还是会增加 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二十四小时以来 东半部地区降雨剧烈 宜兰县大同乡 累计已经超过七百五十七毫米 花莲县域里也有七百三十六毫米 以上的降雨 而台中市和平区 累计降雨突破六百四十五毫米 专家分析 台风登陆后快速减弱 预估周五上半天 台湾本岛就会陆续脱离暴风圈 马祖则会在下半天脱离 前气象局长正名点在脸书发文 康瑞登陆后 嘉义线靠海边有个明显的 逆时针环流发展 这是受到地形影响 发展的台风副中心 台风过山常见低层的副中心 取代原本的环流中心 但也会重新整合 气象署提醒 台风中心出海后 仍会持续影响台湾 周四入夜后 澎湖要严防十四级以上强震风 而西半部各沿海空旷地区 还要留意会有十一级以上强震风 到了中午 中南部地区仍会有豪大雨 记者讯上林坚台报导 抗外台风夹带 层风豪雨 清洗台湾 而中心也在下午从台东东河一带登陆 稍早晚间六点四十分 已经从云林的麦流出海 虽然强度可能会因为中央山脉破坏而减作 但还是可能为中部地区带来层风豪雨 入夜之后的最新状况如何 请人在中华的记者林建生王龙涛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在彰化的沿海 为您关心台风的最新概况 而台风在稍早登陆了以后 我们在线细的沿海 也看到了说 虽然是退潮 没有说很多大浪的一个情况 不过风势是非常强大 而且几乎让人快要站不住脚的一个情形 所以预计在稍晚的时候 风雨也会渐渐的更加的一个强劲 而我们在鹿港岛街这边 因为当地的第四低洼 所以之前大雨一来 就会有淹水的情形 而这位台风来袭 当地的店家也都陆陆续续 来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 也是相当的紧张 我们也为您访问一下 当地的这个住户还有店家 那大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在台风来的之前 我们有做哪些的一个准备 我们做了基本的一些防台 的措施 我们把我们贵重的物品垫高了 这是因为怕台风水又淹进来 是的 所以怕很容易又有水大雨的时候 水淹到屋内 所以我们必须把物品垫高 做好防台的措施 是 那之前是不是说 这边地是比较低洼 常常有淹水的情形 遇到特大的豪雨的时候 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的话这一点都非常紧张 基本上都要顾好自己的财务 这样 OK 好 谢谢 是的 其实在台风今天中午到下午 登陆了台东成功之后 气象署预估晚间就将在彰化还有云林一带出海 而在中部地区 虽然有短暂性雨是稍微比较缓和的情形 不过台风也过了之后 预计降雨就会来持续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在入夜之后 雨势预计将更大 同时在沿海的地区 也将有更明显的风势跟雨势 所以提醒在这附近的一个民众 包括说在方苑大城一带 都要注意强风好雨之外 在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的雨势 那民众更要提高警觉 这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 好 再来关心中国籍的 豫州启航货轮在野柳岸及搁浅 船上占有两百四十七公吨的重油 有漏油污染海洋的疑虑 新美学长胡友宜就表示 如果造成海洋污染 将会重罚三千万元 航港局就召开了 紧急应变会议之后 决定台船的浩克伦占不脱臼 改掉抽油的平台船 以及游泊船前往抽油 最快明天下午开始抽油 风墙雨大 海浪激起陣阵白花 中国豫州启航货轮 二十九日在野柳汽船 多名船员获救安置 三十日下午出现流氓 经过台风一夜风雨摧残 三十一日上午已经在野柳岸 礁石搁浅 船上三台其重机 已经有两台掉落卡在礁石 空怕有漏油威胁 已完成野柳渝港 冬奥渝港 龟火渝港 南游所及西游免所 和二厂部分外海型 南游所的部位 調度海污应变之采 于野柳地质公园停车场备用 新北市长胡友宜 上午也亲自到万里市查 船员搁浅情形 胡友宜表示 船员重油将近兩百四十公噸 很可能會造成重油的漏油事件 前兩天已經跟中央組成應變中心 在万里設立指揮所 也說了重話 船主處理不當 將重罰三千萬 航港局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後 確認台船浩克倫不脫臼 改調抽油平台船及游泊船 前往抽油 最快十一月一日下午 開始抽油 胡友爺也前往金山萬里地區 視察核道清書及橋孔排水改善成效 水利局表示 針對核道提案 以此分階段方式 進行加固 預加高作業 並在颱風前緊急吊派機具及人員助手 隨時待命應變 另外為了安全起見 萬里區昨天也做了預防性撤離 山陀颱風過後 這回強臺康瑞再度來襲 新北針對金山萬里石門三支 瑞芳烏來淡水等酒區 預防性撤離一千兩百零次人 並隨時棍洞檢討 記者黃曼謝正玲陳立峰 新北報導 台北也出現災情 部分路樹倒塌 有兩名工作人員被路樹砸傷 而香港歌手劉德華今晚原本要在小巨蛋開場 但是台北捷運公司下午溝通之後 主辦單位宣布臨時取消 讓歌迷意識無法接受 揚言抗議 但主辦單位之後又宣布延到週六舉行 而台北市長蔣灣指示北捷 未來舉辦活動 因應颱風來襲 要把停班停課的狀況納入考量 我真的等了很久欸 劉太太們哭成累人兒 無法接受演唱會臨時喊咖 小巨蛋氣氛低迷 因為香港歌手劉德華睽違十一年 再度來臺開唱 三十一號首場演唱會 強碰康瑞颱風席臺 主辦單位原先承諾如期舉行 不過台北捷運公司介入溝通後 主辦單位下午三點宣布停辦 讓等候依舊的歌迷淚崩 不滿決策慢慢拍 基於觀眾人身的安全 所以我們按照契約規定 通知主辦單位 今天晚上的演唱會停辦 大批歌迷不放棄 待在現場不肯離去 主辦單位隨後又改口 宣布演唱會延期到週六十一月二號 劉德華將一天唱跳兩場 讓歌迷喜極而泣 真的 真的 很開心 可是我現在是劉德華太累了 我還沒帶給我 由於小巨蛋現行租用合約 沒有納入颱風等因素 外界認為北市府應通盤檢討 將颱風條款納入各場管的未來活動合約 康瑞颱風的強風豪雨也造成北市災情不斷 部分路數倒塌壓到車輛 公務局趕緊派員到各地強災 但有兩名工作人員在清除倒塌路數時 不幸被砸傷 緊急送醫 康瑞颱風的風速也達到捷運停駛標準 北捷宣布從上午十一點開始 文湖縣全線加上紅線高架平面路段 小壁壇站都全面停駛 記者黃子杰 邱富財 方俊懷 莊志成 彭耀祖台北報導 康瑞颱風為宜蘭帶來強風豪雨 台二線濱海公路偷城有名宅的後方山坡 發生土石泥流 泥水還衝入屋內 而在山區雨勢更大 南澳北溪因為山區豪雨暴漲 大量的泥水傾斜而下 已經有四百多人緊急撤離 藍洋大橋也已經打進介水位 晚間七點開始 預警性風橋 禁止車輛通信 宜蘭駝城濱海公路發生土石流進入民宅 已經不是第一次 這次災情預估要恢復需要一週的時間 地方也希望便破問題能儘速解決 而當地的私城火車站則因為積淹水暫時無法出入 北溪的水漲起來了喔 南澳北溪因山區豪雨暴漲 大量泥水傾斜而下 看來台方也為宜蘭山區帶來豪雨 蘇澳南澳及大同鄉共有四百多人預警性撤離 土石流淺四溪流 黃色警戒列有六十二條 紅色警戒則有十條 連結西南西北的南洋大橋已達一級警戒水位 公路區吊扭澤西忽蘭道現場 晚間七點起 預警性風橋 禁止車輛通行 原山吸收大排水位已滿 這裡每逢大雨避淹水 附近部分道路因此封閉 現場共八台收水機待命 要降低對住宅的影響 康瑞颱風為宜蘭帶來強風豪雨 已造成不少災情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 康瑞颱風帶來強勁風雨 新北萬里地區由交通耗炙 被吹到差點掉落 在風雨中搖搖欲墜 街道還有鐵皮屋頂和路邊的鐵皮圍梨 被吹先開來 而金山地區則是因為 強風吹落了臺電的供電設備 造成環境路一帶有住戶一度停電 金山老街的商家擔心有淹水 也提前把物品對告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位在新北萬里地區 已經可以明顯感受到康瑞颱風帶來的強勁風雨 就連交通耗炙都被吹得搖搖欲墜 隨時都有可能砸下來 不僅交通耗炙被吹到差點掉下來 就連路邊的鐵皮圍梨也被吹到整片掀開來 顯向緩生 康瑞颱風的強勁風勢 還有路邊商家的鐵皮屋頂 禁不住強風被吹先開來 在風雨中跳起波浪舞發出巨響 公視新聞團隊前進上次遭山陀颱風重創的金山地區 在環境路一帶就因為風勢過大 一度吹落臺電的供電設備 附近居民趕緊打電話通報搶修 所幸經過台電人員辛苦冒風雨搶修 已經恢復供電 不過在著名的金山老街一帶 則顯得冷清 除了不見遊客 商家更幾乎全部關門沒做生意 只剩零新商家擔心康瑞颱風威脅 架高店內的食材 為了防止金山地區原潭溪 又像上回山陀颱風一樣 溪水暴漲 新北市水利局派人提前清淤 排了五十個頂塊 墊高溪床一米 期望別再發生淹水災情 記者原子國均林新北市報導 康瑞瘋狂雨疾 北部各河川的水位 以及山區土壤的飽和情況緊張 水利署也提早啟動原山子分紅機制 這也是十月第三次啟動分紅作業 因為先前颱風在基隆 興風街的邊坡曾經出現嚴重的土石流災情 今天是提早用帆布大面積覆蓋 進行學徒抱持 而七獨一處民宅也一次因為大雨 發生了地基下線 陸宿一島來往的交通受阻 基隆七獨風強雨大 陸宿折斷 倒塌橫在車道上 警方貨爆後 到場管制交通 市補人員也趕來排除障礙 康瑞颱風來襲 全臺警戒 基隆市補嚴正以待 像是七獨一處民宅發生地基下線的情況 市長謝國良到場視察 並協助住戶撤離 下線 這個可能對來往的交通也會造成一些風險 所以我想在颱風後我們會把它列入 我們的施工恢復的範圍 由於各河川水位以及山區土壤飽和情況緊張 水利署也提早啟動圓山紙分紅機制 這也是十月以來第三次啟動分紅作業 因為十月初的山陀颱風造成基隆出現嚴重土石流災情 上次擬水塵災的調和街等地 住戶做好防災準備 上次的山陀颱風為基隆帶來驚人的雨量 像是調和街的維德醫院 就發生泥水灌入地下室的災情 這次院方也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像是維德醫院上次被泥水灌入 這次醫院以擋板 沙包防水 絲毫不敢大意 而先前發生大片土石滑落的新風街邊波 也以坊部大面積覆蓋 進行水土保持 而外木山的海邊 風浪非常大 海巡弟兄冒著風雨出來巡邏 海巡署也加強基隆和平島 北海岸等地勸導 呼籲民眾不要在颱風天冒險關浪 如果勸導不聽 將依法送辦 最高可處二十五萬元罰還 恆春半島下午也出現了強勁的風勢 有自由行的外國旅客早就已經排定了行程 碰上颱風決定還是照常出遊 但也坦言感受到颱風的威力 龍潘草原風勢比以往更劇烈 滿洲鄉也一度有三百多戶因為颱風停電 常樂村分水嶺部落一百零四名的居民撤離 擔心風雨造成淹水的災情 公所也為外廠商趕忙製作沙包堆滯 讓民眾隨時都可以走去 風雨中搭乘計程車抵達墾丁這對來自韓國的旅客 拖著行李箱入住 既電行程碰上颱風無法更動 還是到墾丁旅遊 沒遇過這麼大的風雨 旅客坦也有些害怕 康瑞颱風登陸後 唐春半島的風勢也明顯增強 強勁風勢也讓電力設備受損 屏東縣滿洲鄉一度有三百多戶停電 熔盤草原風力跟過去相比更明顯 一度連行走都困難 停車場的看板擊不住強風被掃落 民眾都躲在室內房臺 許多景點都沒旅客 在我後頭的漁獲升仙市場 今天沒有營業 而往另外一個角度看 你可以看到 漁船是整排並排 並且用繩索牢牢的固定 就怕颱風帶來強風好雨 把漁船給掀翻 上午在傳統市場也只有零星散客 山陀康瑞颱風接連報道 就怕強風好雨造成積水 封鎖這兩天都提供五百袋沙包 給民眾防淹水使用 防範災情 各界嚴陣以待 記者王若廷 陳顯坤 SNG小組屏東報導 抗外颱風登陸台東成功之後 橫春半島也明顯地感覺到了風勢 於是則是間歇性的出現 在地的旅宿業者就表示 許多遊客早就已經取消了行程 所以入住的旅客並不多 入業之後的肯定大街狀況如何 請記者王若廷陳顯坤告訴我們 好 主播鏡頭帶您來到國境之南墾丁 入業之後的墾丁大街 您可以看到是一片的漆黑 幾乎整排的店家都沒有營業 跟過往幾乎可以說是燈火通明的 一個情況相當的不同 而這一次也因為這個颱風 有許多的攤販沒有出來做生意 他們擔心他們的身材攻擊 有可能被強風給摧壞了 所以他們是用水索牢牢的固定住了 他們的這個攤位甚至有好幾個攤位 附近在一起 就跨強風呢 整個把那個攤位給推先了 而記者在現場觀察呢 幾乎是沒有遊客出來的 從早到晚呢 在墾丁這邊的人潮是相當的少 而我們呢 向這個當地的旅宿業者來查證呢 了解到呢 其實他們反映說 有很多的遊客 原本呢是要到墾丁來旅遊的 擔心有可能會困在這個飯店裡面 甚至有可能遇到積淹水的狀況 讓他們的行程沒有辦法繼續來走下去 所以呢有很多的旅客呢 是選擇早早呢 就把這個行程取消了 而在這個現場 我們感受到的感覺呢 是風還是明顯的大過於雨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氣象署還是有提醒 在恒春半島這邊有可能出現好雨的機率 可能會有短延時長降雨 所以呢民眾還是要留意防臺 好 再來關心受到颱風的影響 桃園機場今天共取消航班兩百四十一班 是今年單日取消最多航班的紀錄 石門水庫方面也從早上開始洩洪 距離上次洩洪時隔了兩年 康瑞帶來的強大好雨 也在桃園各地帶來淹水 樹稻等在一起 厚厚雲層中 不少飛機在空中盤旋許久才終於降落 還有的班機因為側風太大 在搖搖晃晃晃中降落 也有放棄降落的 像是這班虎航從飛後還是無法降落 只好又飛回起飛地流球 有返國旅客緊張到求佛祖保佑 飛機到了什麼高雄那裡又突又轉向 然後就在那裡好幾次 那時候窗戶打開我看了那個外面 那個雲層都看不到下面 所以我那個時候心裡就很緊張 一直在求佛祖 受康瑞颱風影響 桃園機場三十一號取消航班兩百四十一班 是今年單日取消最多航班紀錄 主要取消東北亞東南亞中國及港澳航線 石門水庫方面也在早上八點開啟 易洪道洩洪 距離上次泥沙颱風洩洪已經時隔兩年了 石門水庫的水位是二四四點八五 在八點的時候 蓄水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九 那我們會隨著那個降雨的一個陸流的狀況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放水的操控做 這次颱風帶來的強大豪雨桃園竹尾漁港 也是風強雨大 攤商明顯感覺到颱風的威力 桃園也有多處淹水樹稻等零星災情 巴德長新路幾乎逢雨必煙 居民很是苦惱 都往這邊煙 都往這邊流啊 怎麼排得出去 今年煙幾次 最少五六次喔 復興山區部分道路也有路速倒塌 電線桿倒塌情形 相關單位全力搶修中 由於山區雨量已達警戒標準 區公所強制撤離五百零六人 下午也針對學無鬧連外道路 進行預警性交通封鎖管制 確保居民和用路人安全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颱風來襲 金門也傳出災情 有一艘停靠在復國蹲雨港 兩百噸的俊身工作船 不敵層風雨大浪襲擊 船首沉沒 船尾翹起 狀況岌岌可危 現場工作人員表示 這一艘用來進行海上俊身工程的工作平台 在日前就因為船體有些微的滲水 已經先拖回復國蹲雨港 待檢修 但沒有想到颱風外圍環流所帶來的 強風巨浪襲擊 船體又撞擊到岸邊 導致滲水的狀況更加嚴重 才會導致船首沉入水中 目前先找來怪手綁繩牽引 加強防縱的措施 等颱風過後再由大型機具與拖船 進行復原的工作 再來看到南部的風雨 在下午開始也逐漸的增強 高雄桃園山區因為老農吸水暴漲 導致明霸克陸橋西堤的便道被沖毀 高雄 臺南以及嘉義縣有多區停電 嘉義縣的沿海 東石以及翼竹廂 部分廟會活動的設施全都被摧毀 澎湖更因為強風不斷 部分建築的屋頂外牆 也都出現了損毀的狀況 西堤變道乾腸寸斷 受康日颱風登陸影響 高雄桃園山區三十一號下午兩點起 風雨逐漸增強 隆隆溪溪水暴漲 再次衝毀明霸克陸橋西堤變道 如果明天解除颱風的時候 我們希望全管單位 在最快的時間進行搶空 康日颱風預估將為高雄山區 帶來六百毫米雨量 平地則是三百毫米 雖市區三點之後 雨勢才較明顯 但陣陣強風不僅吹歪 岡山路燈 也導致高雄持續傳出停電災情 大寮三龍裡的民眾 在家裡點起蠟燭 附近宮廟也一片漆黑 怎麼說呢 南部雨勢逐漸增強 臺南市區公園路有店家招牌 被強風卡在半空中 北門區還有電線感應連日雨勢不斷 導致地基不穩 強陣風一來就斷頭 臺電趕緊派人維修 強陣風陸續在南部造成零星災情 加一線沿海陣風以高達十五級 東石永屯村的廟會陰駕因強風倒塌 意囑向少輝宮為百年做教準備的牌樓跟登高 同樣倒的倒歪的歪 廟方出動吊車來搶救 除了臺灣本島康瑞颱風外圍環流 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讓澎湖強風不斷 馬公市路邊反光 中間被連根拔起 還有店家的外牆裝潢被刮下來 一片狼藉 湖西也有鐵皮屋屋頂被吹壞搖搖欲墜 由於颱風的強風好雨 將持續影響到週五 各縣市政府也提醒民眾注意安全 減少非必要的外出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抗熱颱風風勢強勁 陽明山上不只雨大 還刮起強烈的陣風 陽德大道上不時出現樹倒 阻礙交通的情況 而山上的文化大學 華岡議校都停止上課 店家也考量風勢太強 不敢營業 還有店家的招牌也被吹落 機車也被吹倒 道路上是一片狼藉 牆臺來襲 開車沿著陽德大道上陽明山 一路上不時會遇到路數倒塌 阻礙交通的情況 還有十分巨大的樹木 抵不過強勁的風勢連根拔起 消防員貨爆馬上趕來 圍上封鎖線 避免車輛不小心撞上 康瑞席台山上的文化大學 華岡議校都停止上班上課 學生只能冒著強風大雨 出來覓食 風勢太強 通往異校學生宿舍的路上 鐵圍梨還被吹倒 學生直呼可怕 店家則是考量風勢太強 不敢營業 還有店家的招牌被吹落 一旁不少機車也被吹倒 大陸上一片狼藉 風力這麼大 什麼東西都吹壞掉了 沒辦法開 剛剛那個拍子丟下來 風很大 對 丟下來 在宿舍裡面就感覺太多 但出來那個風就特別大 因為文大校區 風勢強烈 學生只能到便利商店 準備晚餐 也直言這次的風力 更剩上次的三坨颱颱颱颱 藉成張有佳台報道 大家好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六天 關鍵搖擺州戰況持續的膠著 川普賀錦麗馬不停蹄的造勢 賀錦麗連桿三大關鍵搖擺州 顧票 批評川普的性格不穩 只會忌恨報仇 川普則是登上垃圾車 反擊拜登的川粉垃圾說 雄武人員也正在備戰 防止各種的錯誤訊息 陰謀論 人身威脅和可能的暴力自擾 費城 底特律跟亞特蘭大 是川普最常指控二零二零年大選 開票舞弊的目標 儘管相關訴訟全都半訴 這次選前仍然鼓動支持者 前往這三個城市捍衛選票 面對陰謀論與謠言假訊息滿天飛 以及可能重演的暴力自擾 底特律這處開票中心更新了監視攝影機 加裝柵欄跟防彈玻璃 也加強選務人員演練 讓他們在受到威脅時 可以安全撤退 至於費城 亞特蘭大等上屆開票延遲 造成爭議的城市 也加強對選票的保護 增購拆開郵寄選票 並且掃描計票的機器 加快效率 全力安撫懷疑論者 選前關鍵時刻 賀錦麗連桿北卡羅萊納 賓州以及威斯康辛 三大關鍵搖擺州顧票 批評川普性格不穩 只會忌恨報仇追求無限的權利 如果他選擇 第一天 特朗普會在那辦公室 跟敵人的項目 當我選擇 我會在那辦公室 跟敵人的項目 他穿上清潔隊員的螢光背心 登上垃圾車借體發揮 美國老牌媒體華盛頓郵報 原本打算表態挺賀錦麗 疑似因為老闆貝佐斯干預而作罷 宣布往後都不再背書 不料引發讀者強烈反彈 取消訂閱人數已達二十五萬人 佔原本訂戶的百分之十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聯合國大會在當地時間三十號表決 美國必須停止對古巴經濟封鎖的決議案 去年底上任的阿根廷總統明雷伊 態度一向親美 美國堅持繼續對古巴進行封鎖 但阿根廷外交部長蒙迪諾表決的時候 卻投了贊成票 立即遭到格局撤換 另外阿根廷的交通運輸 聯合工會展開了二十四小時的罷工 除了要求加薪 也抗議休克療法的經濟緊縮政策 聯合國大會在當地時間三十號表決 以一百八十七票贊成兩票反對 及一票棄權的投票結果 通過美國必須終止對古巴經濟封鎖 這項沒有約束性的決議案 在投票過程中阿根廷外交部長蒙迪諾 投了贊成票 但在二零二三年底上任的 阿根廷總統米雷一一向毫不掩飾 自己的親美立場 並且曾經說希望阿根廷能夠跟美國 還有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 蒙迪諾和米雷一意見不同的投票 隨即遭到格局撤換 米雷一的發言人阿多尼在社群平臺X表示 將由阿根廷駐美大使魏森 接替蒙迪諾的職位 這是聯合國第三十二次通過相關的決議 在米雷一還沒有上任之前 阿根廷也連續投了六年的贊成票 而蒙迪諾是米雷一首批任命的內閣成員之一 儘管米雷一經常發表對抗性的言論 而激怒其他國家 蒙迪諾也時常出來滅火 緩解緊張局勢 專家普遍認為 在維持阿根廷與其他國際夥伴之間的關係 蒙迪諾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30號阿根廷首都布尼諾斯艾利斯的兩座機場冷冷清清 阿根廷交通運輸聯合工會展開為期二十四小時的全國大罷工 除了要求提高薪資 也反對從去年十二月以來 米雷一政府所實施 史上最嚴厲的支出血減政策 除了航空取消了約三百個航班 這次的罷工還包括火車 捷運 計程車 船運和陸陸運輸停擺 而且工會表示第二天也將罷工二十四小時 公視新聞沈陸培編譯 有知名設計生產卡通精品的日本三六公司 創造的卡通人物凱蒂貓Hello Kitty 十一月一號就滿五十歲了 為了幫他慶生 日本的東京國家博物館 特別辦了一個特展 從人物誕生背景到周邊商品等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 陪伴大家走過的歲月 耳朵綁著蝴蝶結大大的臉蛋上 只有一對眼睛跟鼻子 卻沒有嘴巴的卡通人物凱蒂貓Hello Kitty 正準備為自己的特展剪彩 這個由知名設計生產卡通精品的 日本三六公司 在一九七四年所創造出來的卡通人物 十一月一號就滿五十歲 日本東京國家博物館 也將從當天開始舉辦凱蒂貓特展 以我變了凱蒂貓也變了為標語 介紹角色誕生的故事與演變 即將近滿五十歲的凱蒂貓 陪伴人們走過半世紀的成長歲月 在公司創造角色的理念 適合大家當好朋友之下 也因應時代跟地方特色 有著多彩多姿的造型 甚至在三六公司的推動之下 成為家庭名聲用品 美妝品等融入民眾生活 身為凱蒂貓忠實粉絲的 關西國際大學教授清水美之子 更是從發行第一個周邊商品 開始狂熱搜集 至今已經擁有超過一千件凱蒂貓 凱蒂貓的作品商品 HELLO KITTY在過去五十年 她一直在進行動 她總是很興奮 正確的 她喜歡挑戰新的 她喜歡挑戰新的 她唱歌 她唱歌 我希望HELLO KITTY 天水美之子教授認為 凱蒂貓能成為全球家醫護小姐喜愛的卡通人物 在於人物造型的簡單設計 讓凱蒂貓可以隨時變身成為任何角色 輕易地融入不同國家與不同世代 像最好的朋友 會一直陪在愛好者身邊 過去新聞指示動編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氣象署持續針對今年的 第二十一號颱風康瑞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先從這個颱風的路徑上面來看 颱風目前中心的位置 大致上是在嘉義的西北方 大約二十公里的陸地上 預測它將未來將以每秒二十轉三十公里的速度 逐漸朝北及北北東的方向前進 未來也會逐漸地接近馬祖 提醒馬祖地區的朋友們要特別留意 目前它的暴風圈大約是兩百兩百八十公里 那另外十幾風的暴風圈也有一百公里 那現在目前它是一個中度颱風 但是對我們的威脅仍然持續存在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面來看一下這個颱風目前的狀況 剛才提到目前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嘉義的西北方 大約二十公里的陸地上 那其實已經很靠近嘉義以及雲林附近的沿海了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整個環流的中心的位置 大致上都還是處在這個陸地上 那接下來雖然它現在目前是一個高低層 稍微有一點分離的狀況 但是預測它未來將還是會繼續整合起來 那整合起來之後也會逐步地朝海峽方向移動 所以目前它的狀態還是沒有出海的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溫度資料 北部地區最低溫24度最高溫27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24度最高溫28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4度最高溫31度 東部地區24到31度 外島23到27度 再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普通 竹苗良好 中部原價南高坪 都是普通等級 伊蘭花東馬祖良好 金門澎湖 則是普通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環境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生再會 到晚點 於是 一日再會 正在山崎 是 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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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地區